你看过哪些周润发的电影 心目中周润发经典电影又是哪部呢 发哥是一个时代 像周润发这样的演员多少年来也没有出现第二个 轻松驾驭各种类型的电影而没有违和感 本文为大家盘点了十大周润发经典电影 包括纵横四海让子弹飞英雄本色 阿郎的 故事秋天的童话 铁血双雄等 虽然周润发会随着时间老去 但这些周润发演过的电影却在时光里意义生辉 周润发十大经典电影《一纵横四海》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指导的枪战片 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 于1991年9月13日上映在中国香港上映 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列 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第四名 纵横四海于1991年上映时叫好又叫做 是神偷类型的经典电影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枪战片中最浪漫的一部作品 影片天满行空滑光溢彩布局画面具有强烈的观赏 性故事述说更具有丰富的层次感 除了精彩的枪战和对峙场面外 对男女感情的描写也显得很细腻 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的 明星魅力在片中挥洒自如让人过目难忘 二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是2010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该片是江文导演的第四部电影作品 主要演员有江文周润发葛优刘嘉玲和陈坤等 该片讲述了北洋年间南部中国 一场惊天动地的火车结案之后 号令山林的陆林憨匪张慕之 遭遇行走江湖的通天大片老汤 两人从生死宿敌变成莫逆之交 然而真正的决战才刚刚开始 南国一霸黄色狼苦事丹丹镇守俄城 一场场情杀命案连环上演 华南三王各自围阵 俄城双眼粉末登场乱石枭雄的混战一触即发 三、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是新一城影业 有限公司投资拍摄的一部枪战电影 由吴宇孙指导迪龙、张国荣、朱润发主演 该片讲述了宋子豪、Mark、宋子杰三人之间的江湖情 以及三个主人公各自的挫折失败忏悔和暴富 英雄本色中所触及的男人的父子情 兄弟情、朋友情、男女情、冤屈 受害之情和报酬血恨之情等 将男人心中的情意刻画得淋漓尽致 影片1986年在香港上映时当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 1987年该片在第六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奖项 四、阿郎的故事 阿郎的故事又一名 又见阿郎 香港导演杜秦峰于1989年执导的电影 并由周润发张爱佳黄坤玄主演 电影《阿郎的故事》 故事情节简单讲述了母亲出 走 父子相依为命后 波波得知波仔是自己的儿子后 想带走波仔 阿郎为真回波仔即表达复婚决心 为了给波仔一个玩 整的家 执意参加了即将举行的车载不想救病复发 人车导入火海 波波和波仔目睹一切痛不欲生 破裂的婚姻造成了孩子的痛苦 以及父亲对往昔过策的追悔《五秋天的童话》 《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指导 罗启瑞编辑周润发《钟楚红》 陈柏强主演的一部经典爱情故事片 该电影主要讲述的是在美国纽约 居住的两位华人的一段爱情故事 美帝而骄纵的年轻姑娘李奇为男友从香港赴纽约工 读大学 并探望先她赴美的男友 前来机场接她的竟然是一位远房 亲戚和一个在唐人街做工的船头齿 李奇不久后发现男友移情别恋离开了纽约 新会议朗把自己关在房里 该片于1987年7月16日上映《六蝶血双雄》 蝶血双雄是由吴宇孙导演兼编剧的犯罪动作片 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朱江主演 影片讲述了职业杀手小庄与警探李英从敌道友 一连串斗智斗勇的故事 于1989年7月6日在香港首映 本片是吴宇孙电影《暴力美学》的代表作 也为他后来进入好莱坞发展奠定了的基础 在他此后的许多电影中都还能看到蝶血双雄的影子 而周润发和李修贤饰演的一锦一匪 四有四敌的角色让人津津乐道 周润发扮演过许多令人难忘的杀手角色 而李修贤则是香港电影中的警察专业户 影帝之间的化学反应在这个时刻进阶显现 7.沃虎藏龙 影片《沃虎藏龙》是2000年的一部武侠动作电影 由李安指导周润发、杨子琼和张子怡等联媒主演 影片于2000年7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电影讲述一代大小李牧白有推出江湖之意 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亲民剑带到京城 作为礼物送给贝勒爷收藏 李牧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 愿《沃虎藏龙》拥有多项获奖记录 其中荣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 也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八辣手神探》 《辣手神探》是由金公主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及新列城电影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动作电影 我与孙指导周润发、梁朝伟及毛顺云联合演出 影片1992年4月16日于香港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个极恶如仇神探和卧底 《神探》连锁摧毁一个军火集团的故事 《辣手神探》是一部重心在于刻画警察的生活 尤其是卧底的内心的煎儿状态的作品 并在影片的结尾将近一个小时长的时间中 基本上都是枪战戏与动作戏 这也成为动作电影当中的经典段落《九赌神》 《赌神》是1989年上映的一部香港赌片 本片是由香港导演王晶指导 周润发、刘德华、张敏、王祖贤等领衔主演的电影 该片讲述了因赌术精湛闻名于世界的《赌神》高静 由于意外高静误入小刀设下的陷阱 头部受重伤而失去记忆 高静手下以外敌勾结企图取代高静的地位并谋夺奇 家产 一场世界瞩目的赌王大战在公海拉开了帷幕 拍赌神的整个过程很轻松 尽管有人说这部片子引领了港产赌片的风潮 但对导演而言一点压力都没有时监狱风云 监狱风云 英文Prison on Fire是1987年 香港新一城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动作与监狱片 影片由林领东指导周润发、梁家辉、张耀阳等人主演 影片讲述了监狱中的犯人黑帮以及典狱长之间的恩 怨情愁 影片已于1987年11月13日在中国香港上映 1988年的第七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周润发史无前例的同时 以龙虎风云、秋天的童话以及监狱风云 三部影片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最终凭借龙虎风云胜出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戏说为您带来视频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对本视频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问题 同时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